前將新燈舉高其眉 讓我們共同虔誠發願 舉起輾輾新燈 祈求天下無災 帶一臺員工們 利用中午休息時間 舉辦吉祥樂祈福感恩會 哈維颶風重創美國德州 祈福會上也共同祈禱 德州災民能早日度過難關 現在此時此刻就是平安的人 要來為這些苦難的地方來付出 而有福的人呢 就可以盡心盡力地 願出自己的一份心理 大家一起來凝聚共事 在大愛台 我們每天都會接觸到 各種各樣的訊息 我們都知道 也知道該怎麼做 但是有沒有真的落實呢 我想利用今天這一次的機會 大家齊聚 慕心慕愛 而且更慕大家那一份善念 一方有難 十方持緣 大愛台員工們 紛紛捐竹筒獻愛心 共同響應國際震災 這個是一點點的心意 然後也可以自己做得到的 那就是那個 通過這樣的時間 大家共聚這樣子的善念 然後祈禱他們趕快能夠 祝福他們趕快能夠 恢復正常的生活 為天下苦難眾生 呼籲出一個 那個我們自己的力量 微小的力量 一場祈福會 匯集眾人愛心 更希望透過媒體使命 將美善傳播出去 帶動更多善的循環 帶環境體健寬 台北報導 再看的是高雄 帶幼兒園的小小愛